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中国广州市6号当日新增1935例本土病例 比此前一天的1325例增加了610例 其中海州区6号新增了1880例确诊 是将近三天以来新增确诊病例 占全市的94% 官方宣布已经静默管理三天的海州区 持续再延长四天的关控措施 广州市下午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 海州区单天新增1880例确诊 近三天该区新增确诊人数 占据全市的94% 凤阳街康路片区 以及赤岗杰克村 大唐片区的感染人数 占据全区的84% 是本次疫情之中的集中爆发点 多地社区传播风险依旧存在 目前海州区是本轮疫情防控主力 当局决定加强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同时 向海州区派出2500名医护人员 进驻高风险地区 支援核酸采样 目前已经转运的涉疫人员有3.4万 而今天是海州区强化社会面管控的第三天 当局表示 由于近日海州区单天新增确诊人数持续走高 社区传播风险依旧很大 根据疫情防控行事决定延长海州区的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到11号夜间12点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 院长胡一峰作出逮捕决令 根据中国央视的报导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 胡一峰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 由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目前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胡一峰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现年68岁的胡一峰是蒙古族 曾经做过内蒙古党委政法委副书记 自治区人大委员会秘书上 被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当组书记 而在今年4月中国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胡一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审核 同年9月胡一峰被开除党籍 当时中纪委通报 胡一峰涉嫌违规选拔干部 家风不振对子女失管失教 道德败坏 犯罪执法一案谋私 大肆干预跟插手司法活动 搞全权交易 严重破坏司法公信力 本月中旬即将在东南亚 举办20大工业国峰会 跟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各即将聚焦各国领导人之间 讨论的议题跟互动 同时有消息表示 日本跟中国正在研议 两国领导人之间溃谈的可能性 日本共同收报导 日本跟中国当局目前正计划 要配合在11月15号到16号 在印尼举行的相关会议 或是11月18号到19号 在泰国曼谷的APEC会议 期间将举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领袖会谈 如果峰会成功举行的话 将是中日两国领导人 继2019年之后首次会晤 同时也是岸田文雄 跟习近平的首次峰会 对此日本外务省尚未证实相关事件 日本内阁官防长官松野则表示 目前还没有决定 是否要跟中国举行领袖会谈 不过松野同时指出 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努力 建立建设性跟稳定的关系 并且在各个层面保持对话 就共同挑战事项进行合作 此前针对习近平 在中共二十大作出政治报告时声称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 绝对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无力 松野薄一曾经表明 计判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相关问题 是日本一贯的立场 而当时岸田则表示 台海和平非常重要 期盼可以透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同时他也强调 重要的是向中方直接传递 日本对此一贯的立场 过去一个月之内已经有腾讯部分股权被中国移动收购 中信集团跟腾讯大股东洽谈等小道消息传出 尽管当事方面都已经出面辟谣 但是依旧买下腾讯貌似要被国有化的伏笔 中国网友还细声表示腾讯主席马化腾要当公务员了吗 不过专家认为企业之间的可做不必过度解读 但是也有一派学者批评习近平要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时代 中央社综合多家媒体报导 了事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国企民企合影消息频频传出 目前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跟深圳的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 新社合影企业案获得五条件的批准 申结时间为10月18号 交易完成之后 联通创投腾讯产投有关员工持股平台 将分别持有合影企业48% 42%以及10%的股权 联通创投腾讯产投共同控制合影企业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建秋表示 三大电信营运商跟大型网络企业的合作由来依旧 他认为不必过度解读 独立电信分析师马季华也认为 联通有网络资源跟基础设施 腾讯有技术方面的优势 双方可能做具体业务合作 也可能透过新式的可影企业投资相关领域 其他有发展前进的企业 不过另一派人士则抱持不同看法 海外的政治评论人士张峰指出 唯有计划经济可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 而自由的名气是鼓励自由市场的经济 正好跟集权相对抗 所以中共必须限制住相关的名气 此外一位历史学家宋永毅也认为 这说明习近平要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公司合营 人民公社 由此经济发展很快会产生下滑 中央社则提到 美国之音在2021年曾经报导 上个世纪50年代时 中共针对民族企业家发动的公司合营运动 强行收购名气股份 将私人财产全部规划国有 而在中国当局发出的共同富裕号召之后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分析师 曾经在一份报告之中写道 在一个极端情形之下 中国私营企业可能被国有化 或者营地能力会受到管制 因为时隔70年之后 公司合营山羽又来了 在中国动态清零方针之下 许多地方因为防疫过度量成悲剧 继甘肃兰州南洪身亡案件之后 日前再度发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妇女 坠楼身亡事件 引起中国全国关注 尽管前线医疗跟救援机构指出 类似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频繁 不过中国官方职能机构 目前正将中国自杀数据列为国家机密 眼睛外泄 综合BBC中文跟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内蒙古呼和浩特11月4号 传出一件居民坠楼的悲剧 网络上流传的录音跟影片显示 一名妇女从12楼坠楼 坠楼妇女的女儿想冲出家门看母亲 但是却被焊死的铁皮门封住 着急悠悲痛的女儿不断哭求物业 打开铁门 住户门也纷纷声援求情 对面的住户也喊着开门开门 但是物业依旧拖了十几分钟才开门 而救护车更是超过半小时之后才抵达 坠楼的女子早就已经不幸身亡 据了解事发小区在10月初期 因为有两例确诊被盯上铁皮门 10月底死者居住的楼也被焊上铁门 游军民表示一个社区管很多小区 索性全丁铁皮 各小区之间道路也连接被封 中国警方宣称死者患有焦虑症 无他杀嫌疑 至于物业为何在这种极端情形之下 依旧迟迟不愿开门 民警仅表示无可封告 呼和浩特事件在中国社群平台 引起公愤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1月5号召开记者会时 提到部分地方过度防疫的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闻发言人米峰强调 要严格执行第九版的防控方案 九个不准的要求 防止简单化一刀切 坚决整治层层加码 但是他同时却有表明 中国依旧面对境外疫情输入 跟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的双重风险 防控警示依旧严峻复杂 要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 以及动态清零总方针毫不动摇 对此中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 学院院长彭凯平 公开演讲资讯曾经说过 中国疫情这三年以来 糖尿病跟自杀 已经成为受到疫情影响 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因素 不过他在公开演讲之中 没有列举相关数据 但是根据今年三月上海封控期间 上海当地民众表示 严厉封控导致的精神疾病问题 目前正被全面掩盖 封控期间跟解封之后 上海市精神病院爆满 以及频发的跳楼自杀事件 都已经凸显出问题非常严峻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官方都没有任何消息的披露 一位中国医疗从业人员也证实 疫情导致民生恶化 以及很多底层民众精神健康情形恶化 完全属实 而早在几个月之前 原中国红十字项目高管任瑞宏就明确表示 这些相关资料对中国官方而言 都属于国家机密 任何试图掌握该资料的 都可能被视为是窃密 至于中国国家统计局跟卫健委 也不愿提供相关数据 在中国一片备战声音之中 8号上午开始1点6天 在珠海展开的中国航空展览 各外隐忍关注 中国空军发言人表示 本次参展的包含投入 新时代练兵战备的50款武器装备 届时服役之中最现代化的歼20 将首次降落珠海做公开诊识 不过不少军事迷反而更加关注 在俄乌战争之中大量使用的无人机 其中第一次公开诊识的攻击俄无人机最受瞩目 法广报导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形战机金20 虽然在2016年也在航展之中静态亮相 不过今年将会进行动态飞行展示 此外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的运游20 以及军用代号攻击俄的中高空长程打击无人机 也将以实际飞行行动参与状态 地面静态展演的部分包含空警500 轰6K 无真7 无真8 无真10等无人机 以并亮相 报导指出俄乌战争初期 乌克兰凭借西方援助的无人机 在战争之中灵活打击 而到了后期俄罗斯则是以风群式的无人机 对基辅进行持续性的攻击 俄罗斯甚至使用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 获得非常显著的效果 这使得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不过深圳的直新闻表示 展览之中虽然是外界了解中国军工的穿口 不过可以展现出来的都是已经大规模生产 以代表有关的装备已经不是最先进的 扬言面对美国挑衅 中国也有充分准备 同时中国解放军空军8E跟红鹰两支表演队 预计也会在展览开幕式之中进行飞行表演 8E飞行表演队将使用歼10型战机 依旧记录是第10次参与珠海展览演讯 至于2011年成立的红鹰则是第三次与会 操作亚音速喷气式的叫巴叫链机 美国前总统川普外传本月14号 将宣布投入2024年总统大选 不过川普党内影响力似乎已经开始下降 同时消息指出从选前几个礼拜开始 包含川普在内一些共和党籍人士 已经开始暗示将对最终投票结果有所怀疑 对此共和党籍全国委员会主席麦丹尼尔 紧急出面表示 不管其中选举是输是赢 共和党籍候选人都会接受结果 NBC民调统计指出 川普过去这两年的期间在党内支持度逐步下滑 2021年8月数据显示 大概有50%的共和党籍人士 自认为支持共和党胜过川普 另外40%则是支持川普胜过共和党 再把时间往前拉 川普2021年1月卸下总统职务时 两者支持度都是大概46%持平 而2019年1月时 有51%的人支持川普 提供党胜过川普的只占有38% 尽管川普对共和党依旧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不过在此同时 佛州州长迪尚特等其他政治新星 也被视为2024年总统大选潜在有力人选 10月份里面民调显示 在共和党籍内部 有更多人相信迪尚特可以引领共和党的未来 而不是川普 同时根据CNN报导 川普一号在他创建的社群平台之中发文表示 又来了被操控的选举 他引述保守派网站的一篇文章 藉由选举监督组织一份报告 来暗示美国其中选举出现舞弊 这份报告声称 有25万张未经验证的选票 已经被邮寄给兵州选民 不过福布斯新闻表示 这仅仅是川普提出的 一点串未经证实的舞弊指控之中最新的事件 是基于兵州选民登记制度的误导性解读 法新社指出 美国共和党籍全国委员会主席麦丹尼尔表示 共和党籍候选人希望确保他公平透明的进行 最终我们会对这个过程发挥作用并且接受结果 而当被正面问及即使败选时 共和党候选人是否也会接受 他表示他们会的 而麦丹尼尔这样的说法 相较于尚未承认两年之前败给拜登的川普 以及他近期已经就即将出路的结果 抱持怀疑态度 形成鲜明对比